当傻蛋做了一个跑酷地图 它就怕你过不去 我是个傻蛋 今天是我第一次给粉丝做地图 开局就要推巷子 让这巷子就要站得上去 真的是太难了 我反手就是一个巷处 减除了障碍 再难一遍 就下可以直接过去呢 可是前面这堵墙 比高高的还要高 搬过去一个小巷子 还得搬一个大巷子站得上去 这真的是太难了 于是我眼不见微信 都跟我走 这下就能过去呢吧 下面这是什么 超级大巷轮 巷轮我知道 这上面这根桌子是什么鬼 那岂不是 不小心就会被摇晕了 那也太难了吧 不行不行 于是我二话不说 直接把这个大桌子给删除了 还有这个大巷轮 不留着它姑娘呢 给换出好看的地板 全部铺满 在这地板上 加上超级大的传送带 当然 方向的瞄准重点才行 这不就难 轻轻收拾过来呢 接下来这一关 这齿能抓得太快了 我顶不担好几次 才跳上去 还有这 谁的球链到处难放 看我的 直接把你扒高高 反正你在上面摇 我在下面走 谁也不影响谁 基于齿能的转术 那种挑战凌弯 轻轻收拾走去重点 之后一关 这一关的危险系数难满啊 这么多电路 你当在这闹鱼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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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着电柱 传给Channel 然后坐上两个风吹 这不就好玩多了嘛 声音呢 再吹出去呢 我可太难了 不行不行 在地板上 直接说个声音区 让你们坐彩蛋 或者声音也不就玩呢 多少不难呢 呢 要呗 OK